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哈 和今苏朝大文纷纷 苏通诗法意 二开诈舍文 三介事昼义 为顺诸今 续振流通三分 一顺敬业幸运行故 前面呢 我们家通诗大义介绍过来 今天呢 我们从第二开诈舍文 开诈舍是笔开诈段 即宗启是门诗 舍文是肖舍经文 即别解闻意识 大义虽明 本文畏伪 故别开诈段 孝舍经文 实意经学文 为诗详尽 人人消了也 古德法师 这个文字 很明显 很明显 那么像这样的结局 在古人著书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 有这样详细的注解 非常之难得 章呢 就是章之段落 章之段落 开章是别开章段 那么到底下 大师是依贤手的圣门开启 把它分作十个大段落 来介绍全经的大义 那么就是 总其诗门 那么一般呢 我们称之为 玄义 或者称之为 玄坛 在天台宗呢 它是用 物重 玄义 就是用五条 都叫开章 都叫开章 摄文呢 就是解释经文 就是注解经文 开章 是在讲 它是讲全经的大义 全经的悬义 那么在寻言义之中 它是把寻言经的大义 说明 大义说明 但是经文呢 并没有说到 是笨文 微微 微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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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微诗 婉转 来给我们说明 那么这是解释经文呢 可以说两个大段落 一个玄坛 一个是解释经文 这样才把这一部音 学微的文艺 微微诗诗 详细的给我们说出来 这样它的目的 是叫每个人都能够通达小鸟 鸟是明鸟 第三 戒释咒语 实在讲这个 王僧咒 并不在本经里面 它为什么 又把这个咒 附在经的后面呢 这个意思很深 在这个柱子里面 就说出来了 戒释咒语 咒语 咒 本 不可是 为什么不可是呢 这个咒语 是六道的音语 六道的音语 所以翻音 不翻字 是音语的 但是它的意思 可以翻 意思可以翻 所以咒语的 拔 业根 僧尽头也 这个咒语 这个咒语的意思 是拔除根本的业障 拔除根本的业障 得森净土 此咒本不复经 这个事都很明白 弥陀经后面没咒 弥陀经里面也没咒 本来不复在经后面 而仅借归于此 为之解释者 正显此净土法门 显密远通 四理无碍 这就是莲慈大师 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把王僧仲 附在苏朝后面 还要加以解释 道理就在这里 大师 他这个柱子里面 含是了天台 行手 信向二宗 正是所谓 云设五宗盖罗八教 咒浮进去呢 显密云通 理事无碍 那么换一句话说 就这么一本呢 不但是把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教礼 全部包括了 那这个释放三是一切祝福的 所讲的经论 天台 所以我用这是法证 古德法斯 不这么典型我们 我们的确不容易看出来 如果说是莲齿法斯 把这个宗门教下的精华 都用在这一部弥陶经上来发挥 那是他的本事 那么会不会牵强附会呢 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能不能同意呢 也是个问题 其实不然 他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发现了 这部弥陶经 字字句句 都含是一切意 这个一切意 当然包括天台新手 贤密远通 这是别人没看出来 他看出来了 他为我们发明出来了 与各宗各派完全相应 这个没话说 所以莲齿大师真真了不起 菩萨的发言都未必能看得这么清楚 莲齿大师 也可以说是无言愿明 能把这部经的经意 看得这么清楚 讲得这么清楚 实在是 太难的 又见此持明念佛 是大神咒 大明咒 无上无等等咒也 这个心经里面说的一样 心经是般若 那么有些人 他要学迷 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看看是不是迷宗 这王僧州是不是迷宗 真真是迷宗 此地不谈王僧州 观谈这一句名号 这是持明念佛吗 那么阿弥陀佛 这一句就是道理 就是大神咒 大明咒 无上无等等咒 比论与神咒领得多 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 通他这个道理了 他才能把夜切发门 真正放下 从今以后 死心塌地 致持明号 这个人一生决定成就 续分 正宗分 柳通分 三分之 进道安法司 盼舍洞留一代诗教 唯一续真流通 三分 这种方法 最初是东晋时候的 道安法司 他是旧母罗斯大师的学生 佛经到中国了之后 他首先提倡 经文应该有三个大段落 第一个大段落是序 第二个大段落是正说 第三个大段落是理不通 在当时一般人 都不太同意他的说法 到以后 印度 佛地论 犯出了之后 清光大师 叛教 也是这个看法 于是乎后人 对于 道安法司 这个观点 才重视 不但重视 而且都尊心 无论是讲经 诸经 都采取 这三个段落 这个东流 就是佛法 从印度 流传到中国 一代 就是释迦牟尼佛 一生所说的 无论是哪一部经典 都可以把它分作 三部分 虚的端虚 虚是一个开端 语言体 佛为什么要讲这部经 要把这个语言由说出来 都在这一部分 如思之得虚 能静一锦之思 这是从比喻上说 那个禅思 禅皆真锦 你一定要把那个禅思 那个头在哪里找到 这才能抽丝啊 那么静也是如此的 你要晓得从哪里开端 这叫端虚 经之的虚 能之也经之之 所以一看经的虚分 就晓得这一部经的宗旨 就晓得这一部经的大义 就晓得这一部经的大义 就晓得东西强也 就晓得这一部经的大义 如观强续 如观强续 则晓至唐傲之天生 这也从比喻上说 那么这个中国过去盖房子 不是随便盖的 不像现在 现在不大讲求阴阳五行了 中国人从前盖房子 讲求阴阳五行 这个正统的这个房子 正规的房子 都是坐不朝南 门是对南开的 后面是白房 所以面旁是东西 东西叫续墙 那个续墙要长 这个房屋就深 房子就大 所以一关续墙 就小的这个房屋的浅深 在中国过去的这个房子 是一静一静的 前面这个房子 这个后面的房子 当中有小的庭院 有单池 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建筑 古代的建筑 那么如果你不是三代同堂呢 大概他这个房子就是三斤 就是三斤 四代同堂呢 房子就是四斤 老人在里面 你要进他家里去 看他的老人 先见到他 抢他父亲 他会住里面 祖父又住里面 一层一层的进去 分得很清楚 现在这个建筑没有了 看中国古代建筑 非常有意义 那么观世无序 这名全金之妙意 这名全金之妙意 这个金的 幽深雪妙的意义 也都显示在续分里面 你也会看 确确确实实能看得出来 这续分 在一部经里面 非常的重要 那么第二呢 是正宗分 正宗真 这一部分呢 是一部经的主体 也就是本论 前面是序论 这是本论 如发华之 唯一有一尘法 五二又五三 这是说发华经的正宗分 当然 它正宗分很长很长 精华就是在几句话 那么长的经文呢 无非是发明这几句话而已 这个几句话的意思太深了 发明它而已 法华是佛幕后所说 开全现实 那就是说 华言以后 佛所说的这些经论 都叫做方便法 到华言经的时候 这将真实法了 佛快要走了 到最后了 给我们说真实的 真实法是什么呢 真实法只有一成法 这是真 所以从心 所以从心 将二成 大臣下臣 将三成 深闻 也叫做菩萨 加五成 再加上人天 通通是方便法 通通是全教 真实只有一成 所以这个一成法呢 这一成法呢 叫原教一成 在采述 五二也五三 禅宗的学人呢 得到这个宗旨了 得到这个宗旨 所以印宗 问六祖 六祖就直接了当告诉他 二法 不是佛法 佛法 是不二法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唯有一成法了 五二也五三啊 就是这个意思 印宗问他 禅定献脱 因为印宗还是执着 在二三上 所以他一句话 给他点破 破 破他的职责而已 这是法华的宗旨 华言宗旨是一真法界 楞言之法明常著真心 转修圆兆三昧 就是守楞言大令 这是楞言经的震动 楞言经的宗旨 故人对于这一部经 可以说赞叹备致 所以 开慧楞言成佛法华 开智慧的楞言经 成佛的法华经 在我们中国 凡是读书人 可以说是没有人呢 说是没有念过 楞言法华的 还有金刚经 从前不学佛 就是灭书的人 太远念 文章太好了 尤其是楞言经 那是第一流的文章 他把它当作文书作品来读 所以流通得非常的普遍 楞言经里面 唯一我们发明常著真心 真真是开智慧 确实是开智慧的一幅好书 我们怎样才能辨别 阵望 邪阵 是非善无 读了楞言 就都能够辨别了 智慧就现成了 二零言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讲我们现在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常著真心 这个重要啊 如果用常著真心来修行 你这一身决定成佛 如果你要用生灭心 用妄心来修行 你这一身呢 最高 也不过成个我罗汉而已 小臣罗汉而已啊 所以楞言经的主大主意 就是叫我们用真心 不要用妄心 真心你确确实实有啊 用妄心 用妄心要修 所以在古印度 他们国家认为那是国宝 你看 玄壮大师到印度 都没看到任意 那个外国人令法了 所以印度会亡国 印度佛法会整个消灭 由英国他令法 他把最好的金点藏起来 不让外国人看 宣传大师没看到 巴拉米迪把这个金送到中国来 受了多大的苦难呢 几次偷渡来都被海关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 把他打回去还受处分 到最后没法子 把他挑成小字 把这个身上胳膊的肉化开 藏在这个里面 再用针缝上 这样戴出来的啊 好不容易啊 我们一个人将令法得一致果报 那一个国家令法 得将来佛法消灭的国报 印度到现在的一千多年没佛法 令法 确实 是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啊 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人在佛法里有成就 说实在的话 得利于楞严的 这样的比率非常非常大 他晓得 他晓得 血旺用真 以焦光大师的真美里面所说的 血实用根 实实用 血旺心用 常驻真心 这一生必定能成不上道 如果我们能用楞严禁这个理论 方法来念佛 一生当中可以念到礼严心不乱 你要是用学其他的法门 到明心见心 大开元解 不上心 而念佛的时候把那个理论运用在念佛方法上 得礼严心 确实是我们一生当中可以能做得到 那么也许诸位要问 那要多久才能做到 这个时间的长短 应人而已 看你是不是真做 是不是不间断地做 如果你是真修 不间断地去修学 别注意说 到礼业心不乱了 三年 古人有例子 这个真正不得了啊 礼业心不乱了 在天台家所讲六级佛里分正佛位 正等正觉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我们不肯学诗用根 诗是什么 分别心啊 执着心啊 第六意识的分别 第七意识的执着 你要用这个心就不行了 楞严经教我们 写第六意识 用妙观察 写第七意识 用平等心 这叫做写实勇敢 能够舍六七 那你眼见色 是见心见色心 这就叫明心见心 见心呢 就是明心 你见到外面的色心 那叫健心 那叫健心 文心 文的身心 文心也是明心 文的身心呢 也叫健心 明心 健心 健心 成佛 成佛真的不难啊 成佛真的不需要很长时间呢 就关键呢 就是你明不明了 你肯不肯干 你要是不懂盲修侠恋 没法死 这个东西不是盲修侠恋 能够修得出来的 是要如礼 如教 如华的 功夫不间断了 很短时间就成就了 古人所谓的 一日扑之 事日寒之 这个不能听说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一天 二十四小时当中 偶尔有那么一念 回光返照 我要写实用根 还没用两秒钟呢 又用石球了 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是用一个小时 不行啊 不能停久啊 用一个小时 断二十三个小时 那怎么行呢 所以真正讲用功啊 功夫决定不能简单 简单就不叫功夫了 功夫要绵绵绵绵绵 不能简单 在重行 从灵寺院当中的日扩 平常扩展 每一天是十六个小时 每一天是十六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 他功夫在十六小时 这个力量呢 能够浮往下 功夫又得力了 一半一半都不得力 所以我们今天想修行 用什么功啊 你怎么能扶得住烦恼 每一天早晚扩不去 早晨两个小时 晚上两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 在四小时 当中要断二十个小时 怎么能成功 不能成功啊 何宽用的还是妄心 不肯用真心 能用真心的人 就叫做发菩提心 什么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人 就是他肯用真心 他不用忘记 无论在什么时候 真诚 待人皆无 那就是修行 真心里面没有忘年 那就叫专修远照三位 用真心 就是远照三位 真心是清净心 真心是平等心 真心是慈悲心 六祖大师说 何其自信 本来居足 居足清净 居足慈悲 居足平等 居足万法 所以他能生万法 人人都有啊 真心是常住的 忘心是生灭的 一个念头起来 一个念头灭了 我们现在用的心 生灭心 刹那刹那生灭 那是忘心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全是生灭心 这个心是假的 可是用这个心的念佛 可以念到功夫成品 可以念到四一心不乱 但是不能道理一心 要道理一心 一定要用真心 才能够道理一心 所以论人家开智慧 就开的这个智慧 谁忘心 用真心 这是真正 就智慧的人 他的智慧 与祝福菩萨 无二无别 因为祝福与那些大菩萨 也是用真心 不用忘心 你用真心 不用忘心 祝福菩萨 有什么两样 不用两样了 那么再看本经 此经之一 正清经 幸运往生是也 这个经 他的正宗 是一正清经 一是一报 正是正报 一正庄严 正宗分野开端 佛就把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说出来 劝我们身心 劝我们发愿 劝我们痴明 幸运往 这个法门 是一身成佛的法门 你要是真真明了 没有不实信他的 来修学的 不要怕别人笑 别人笑话就是 那个笑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 为什么呢 不通之人嘛 他看到这个法门 当然哈哈大笑 吓死闻到 哈哈大笑 不笑 刀子不以为 不以为是到了 他不通嘛 他要学禅 学迷 自以为高明 他就要 等到你成佛之后 再去度他 他来讥笑你 也给你是有缘分的 有缘你就能度他 佛不度无缘之人 他赞叹你 是给你结了缘 他讥笑你 也是结了缘 你成佛之后 下去度他 不可以以为 我学这个法门 别人都笑话我 我学禅 人家赞叹我 我还是学禅 你是为了要成佛呢 那还是为了要讨好别人的心理呢 顺众生心 讨好众生心 那就一代不如一代 一世不如一世 这不得了啊 应当顺如来交接 不要顺众生的知见 这个重要 众生 写知写见 怎么能随顺呢 要随顺如来的 正知正见 这才是个聪明人啊 才是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的人 佛在大集经里面 说得明明白本 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向法时期 产定成就 末法时期 净土成就 那就等于给我们大众普遍授记吧 那么我们今天身在末法时期 我们来修净土 正是一教奉行 这是如来的好学生呢 身在末法时期 去学戒律 去学成 已经就违背佛陀的交接 都是佛说的 不是不好啊 过了时候了 在今天这个时代修学 说障碍很多不容易成就啊 为什么不能够一教奉行呢 而去好高无人 实在性高 哪一个话门比弥陀金更高 无知的人不晓得 把弥陀金从头到尾翻了 这没什么吗 像神话一样 讲故事一样的 看不出里头门道 这个像神话一样 没意思 没瞧在眼 那是什么 他业障太重 他太浮潜了 你看莲池大师这个诸解 他在这个经里面 字字句句发明这么多的意思出来 我们这一句一部书超 过去从头到尾讲过两遍 第一遍没讲悬疑 就是第一遍没讲 我们只讲一个题目 从解释经文讲起 就是开章试文讲起 通讯大义没讲 开章也没讲 由悬疑为讲 我们讲了四年 我们讲了四年 第二遍是完全讲的 年这个悬疑续分 通通都讲 讲了五年 我们留了一套完整的录音带 三百三十五篇 一套经不简单 这一遍比第二遍更为殊胜 更要详细 更要透确 希望在这三年当中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把这个发门的基础 定定好 要求往生 给诸书说 像经里面讲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了 不难啊 难再说 准备的工作难 真正走 昨天在华言会上 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 讲到这个根本质 根本质就是清净心 就是参加的明心 我在讲习当中告诉大家 这个根本质就是在禅其夫妻当中 容易陷阱 平常不容易 但是像我们现行这种禅其夫妻 那叫法会 不会陷阱 那是法会 真正借其念夫 就是像七天之中 这佛号决定不中断 不能睡觉的 七天七夜 比这个佛号决定还要难 不容易 这个七天当中 他要求一个什么呢 佛门里面常说的 严于道端 心心出灭 要做到这一点 七天之中 心里面不起一个念头 心心出灭 不说一句话 才能见功夫啊 可是我们一般人的时候 他烦恼习习业障深重 他在这个时候 一个就是妄念纷飞 压都压不住 这是毛病的 掉去 另外一个人 浑沉 睡大觉了 打瞌睡了 精神提不起来 总是会有这种毛病的 所以 禅其比这个佛企还要难 佛企有个什么好处呢 有一句佛号 对着佛号 那个功德了不起 能对之掉局 又能对之昏沉 别禅 用的那个参话头 或者是用那个关心 确实是要方便的太多 他有一句佛号提起来 一定要做到 严于道端 心心出灭 没有一个往前 这才叫功夫啊 这个时候啊 清净心才能够兴起 不简单 如果这个理论不清楚 方法不明了 境界不晓得 你要是用这种功夫 给住手 很容易遭魔障 那个麻烦就大了 母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你生生世世的 严加债主 你今天发个狠心 要想超越三界了生死 他说的时候 你欠我的命 你还没有还我的命 欠我的钱 还没有还我的钱 你想走 他来找麻烦了 你们不认真修行呢 不要检查看 反正你跑不掉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要报复你 他慢慢等着 你真的要走了 他着急了 他赶快就来报复你 你也这样就来了啊 不用功啊 不会找魔障 魔瞧不起你 魔慢慢等着你 总有时候 我要报复你 你真想走了 魔要着急了 赶快要找麻烦 不找麻烦 那以后来不及了 魔障就陷进了 所以平常啊 待人皆无 记住于原则 所以佛法教给我们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了 那个功德就是修行呢 随喜当中去修定慧 定慧是功德了 不要跟人家怨愁了 一定要修慈悲平淡 愿家怨解不怨解 解怨是解 绝点是对 绝点出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概略地介绍出这部经的好处 这部经的功德礼 我自己在此地也跟诸位说了多少遍 我学佛三十多年 明国四十二年开始修复 将近二十五年才发现这个经 它的好处才看出来 华言发华 华言发华比不上 差太远了 你看看华言经最后 福贤菩萨是大愿望 道归极乐 归到这个经 华言称为 金中之王 这是王中之王啊 几个人能认识呢 没认识 真可惜 所谓是男性之法 无怪乎 设方祝福 都来赞叹 都来全修 搞其他的经文 都是对于真正的宝贝 还不认识啊 还不识乎啊 如果这些宝统统认识呢 你在里头才会选择最好的 最有价值的 最宝贵的 你才有这发眼呢 你看没有这发眼呢 看这个也不错 那个也很好 无所事从 无所事从 这个字法也相当不容 这是智慧 不是感情啊 那么这个 平云过生 一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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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以通途法门来看 功夫成篇 福烦恼 最先不乱 断烦恼 理议先不乱 破不明 这个跟教下所讲的没有两样 他所用的方法 他所用的方法 一句佛号 可是这一句佛号 要会用心 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都会念 你用的什么心念呢 不一样 每个人用的心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佛号的效果就不相同了 因生是一样的 得烈 各个不相同 那就是各个人用心不一样 果然要是会用真心了 你会用常驻真心 来念这句佛号 那不得了 那最上真的 最上真的 因为这一句常驻真心呢 确确实实 是圆满居足了 善学善会善治了 善念 必定的理议先不乱 那这个圆教的初度菩萨 别教的初地菩萨 一般修学要修行一两个二十七极才能修得到啊 哎呀 你这个两三年就达到了 太便宜了 因为太便宜了 所以你不相信了 为什么能达到呢 因为你用真心 你要用妄心 那真的要两三个二十七极 所以说 问题在用心上 会不会用心上 这是我们修学真正关键的所在 前之虚是真虚词 后者流通啊 也是流通症 所以 真宗分是一斤的主体 一斤的精华之所在 底下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流通 流者五柱 柱就是挺柱 挺指的那个地方 通者五四 十字妙法了 自此界一几踏法 由现在以及未来 无有流爱 名为流通 流通法宝 是无量的功德 流通法宝 顺祝佛之心 就是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所以佛法是要流通的 佛法没有专利的 你看看古来这些大德 这些祝节是他们的祝族啊 他后头并没有加上一句 完全所有翻音笔咎 他没有 他总是全人流通 欢迎翻音 无量功德 这是大慈大悲 这是大慈大悲 这个是众生无比 是远度 实行你的大悦 自己的祝族 都要加上 欢迎翻音 功德无量 好宽是古人的祝族 好宽是经典 我看到今天有所经典 后面版权页上也印到 版权所有翻音笔咎 那版权是谁的 这个罗密陶军 版权是救摩罗什大司 他翻译的 谁来追究啊 救摩罗什大司不追究 谁敢追究啊 苏超是廉池大司 廉池大司不来打官司 谁敢代表他打官司 末法时期有一些 批凡如来 经常讲得很清楚啊 把佛法当作商品去买卖 经常说得很清楚啊 这个字国 国报在阿比地 障碍流通 国报在阿比地 他现在得的利益很小很小啊 后来受的苦骨太大太大了 欲知啊 这是我们修佛同修 不可以不知道的 所以佛法要流通 凡是与众生有利益的都要流通 所以佛法要流通 大致违顺注尽 也破除尽心 奉且出尘之端虚 古通虚神虚分 特别是在苏朝里面 在演绎里面 确确实实是把这一个 移不禁他的信要 给我们破除啊 是我们真正的看清楚了 真正的明白了 这样才切出尘之端虚 这个切就是提纲切零啊 成是成老 三界六道 无事一来 没有法子超越六道轮回 这个六道轮回啊 就好像惨做了个简样 一层一层把我们捆在里面 没出头的日子 这一下把那个残屎的头绪找到了 找到这个头绪就有办法超越了 所以通虚顺顺顺顺 这个苏朝一共有四军 第一军就是通虚大义 开长是闻 确确实实 是把这幅经的炫耀提纲切零给我们分析出来 让我们真正认识这个法文 这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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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正宗分还要难看 难懂 没有佛言 没法子看得出来 随文入观 观之大道之有归 故开章顺正宗分 这是第二个大段路 顺正宗分 都将顺这个意思 文是经文 如火随文入观 观是观照 我们没法子 我们这个文怎么样念 念得背的滚瓜烂熟 也提不起观照功夫 你要问 怎么观照法呢 这个苏超演义就是连池大师随文入观 把他观照的境界跟我们说出来 就是观照啊 他的好处 不仅一礼无忧穷尽 连池大师这个苏超啊 他的意思也是无忧穷尽 这个真真是难得 真不容易 可见的连池大师这不是写文章啊 文章的意思有近的 换句话说 他有边际的 他有范围的 他不是没有止境的 苏超这个文字是无忧至近的 说老实话 演义的文字比苏超比不上 他太远了 演义的文字有范围有止境 苏超的文字没有止境 没有范围 这就是说老实话 古德法师的境界没有连池法师高 那个祖师毕竟是祖师 他的学生那就是学生 没有老师程度高 没有老师的境界 这个东西摆在我面前一看就知道 一个是有界限有范围 一个是没有界限 没有范围 这个演义是古德法师的听经笔记 因为他是直接听莲池大师所讲的 庆文卢 庆文卢 提供我们的参考 帮助我们理解所长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莲池大师是宁兴兴兴兴兴的人 他的言语文字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所以他无有穷尽 古德法师的文章是从第一诗里面流露出来的 有范围 有之间 所以莲池大师称为第八代的祖师 古德法师不能称为第九代的祖师 到底在此地啊 到某一大师才称第九代祖师 你看这是大师的诗哲 大师一生 这个祖俗都是得他才流通的 他把它整理 刻板流通的后世 功德是无量无便 你进行啊 这个年门书摆在面前 你读仔细一看一看 你看一个味道没纸巾 一个味道有纸巾 不一样 这个东西不能骗人哪 素潮就是莲池大师 读《梅桃经》随闻入观 他把它观照出来的理论 境界都给我们说出 放置大道之有鬼啊 谁知道啊 李延浙大师知道啊 我们要不读素潮 我们怎么会晓得 我们今天晓得大道之有鬼啊 是李延浙大师告诉我们的 李延浙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就相信了 如果我们就相信 当年第一次看到素潮 就应该相信了 为什么第二次看到不相信呢 第二次看到还不相信呢 看了几十遍都不相信 现在相信了 为什么相信 现在我也看到了吧 我看到的跟他看到的是一样的 我相信 没话说 我没有看到 单单你说你那套 我不相信 但我也看到了 你说的我点头不错 是这样的 我相信 我相信 更新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所以我在佛法里摸了三十多年 才相信啊 我讲第一边 讲第二边 现在我这个信心没有现在这么清净的 没有现在这么见过啊 你们听过去的路运带 你能听得出来 那个时候说什么 初一次说 听说啊 第二次讲的时候 有点放肆 现在见到真的啊 真见到了 所以不一样 真心了 知这个字不容易 没有随文管照 你怎么会知道 我们后人对前人的方便 那就运当要想着 我们自己的观照功夫提不起来 故人帮助一把 苏超就说帮我们一把 把业章根 自然流入清净海 这是流通分 故戒时顺流通分 业章 什么叫业章 这个定义要搞清楚 主要知道 业就是章 卧业是章 善业还是章 卧业古堡的三卧道 善业古堡的三善道 都突不了轮回 都不能往生 统统是章 这是粗数 在西书说呢 什么是业呢 业是造作 造作的结果叫业 业力不可思业 业力就是你的障碍 造作 特别重视在心地的造作 你起个心动个力 打个妄想 都是造作 所以 要真正拔除业章 那就是 淫于道端 心心出灭 这个业章才能拔除啊 二六十中 向禅家讲的 心如墙壁 六根对外面六成 不起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不起 外面境界又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那是关照 那是智慧 心里都如辱不动啊 这是成定 这才能拔根本业章 自然流入清净海 清净海就是清净性 清净性 广大无比 用海来做比喻 所以 戒拿这个咒 作为这一部经的总结 解释 这个往生咒 这是顺流通分 这个就是解释 这个为顺两个字 那么这个顺 意思很深 意思 很多 甚广 无有止尽 这个顺呢 跟十八愿王里面 很顺 众生 那个顺 是同的 那么再跟主 说明我们中国讲孝道 孝顺 什么叫孝呢 顺就叫孝 跟这个意思也是通的 这个里面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善小方便 所以才能够在恒顺 众生当中 又能够拔出一切根本业障 真了不起啊 得到真正的清净 这才是利益性不乱 才是真正的上品上身 好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江乐四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